歡迎收看 假日的投資 伊朗對以色列的軍事攻擊 讓全球股市都跌了一大跤 都重挫 目前來看 伊朗對以色列軍事攻擊 他們說宣稱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了 以色列在以色列的軍事攻擊 在美國的調停之下 也不可能會發揮所謂的一個 大規模的攻擊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軍事衝突 地緣政治的影響 對全球股市的影響 應該還是短暫的 你自己去回顧一下 之前去年度的尾巴戰爭 有讓全球股市一再連番的重作嗎 並沒有 所以對兩國之間的軍事衝突 目前來看應該不會影響太深 除非發生一連串的 大規模的一個戰爭 或是引動出 比如說中國 美國 蘇俄之間的 一個介入軍事衝突 才有辦法讓全球股市 一再的連番重作 影響程度比較深 目前來看是沒有這樣的一個跡象 所以策略沒有改變 什麼樣的策略 小跌 小買 大跌 大買 降息之前拿出 積極縫低成績的態度 我負責幫你賺出財富的高度 這一檔紅碩 COWAS的 當時候1月底 537的一個買點 雙腳 對不對 買完之後 賺了大概360塊錢的利潤 相當67% 我賣在859 賣在859的一個紅碩 不過後來衝高 衝高不追 回檔又足出一個雙敵 跟當時候1月底 這個一個雙敵架構 還滿雷統的 所以整個紅碩 我是950有做接回的動作 當然比我之前賣出的位置高一點 親愛的觀眾 做股票看未來 當然如果你切入一檔股票的一個買點 是比你之前上次的賣點更低 那是比較棒的一個策略 但如果沒有 因為有時候考量到會員的資金御用 對 剛好比較低的一個時間點 會員沒有資金 檔數已經買滿了 你就沒有辦法做切入 所以該進的一個位置 縱使比之前賣出的位置高一點 so hot 股票看的是一個未來 如果這樣未來股票的走勢 明天會漲 下禮拜會漲更多 還是要做接回的動作 950接997 當天告訴你 再漲不要亂追 4月2號接回的當天 我就告訴你 如果再漲不要亂追 我預期他還會再回檔修正 所以他有沒有回檔下來 讓你低階 絕對有 又是一個相對低檔 所以這邊新會員 當然還持續的逢低乘接 上禮拜五 955加碼 盤中亮燈看到1000塊錢 千金股 金老師帶給你標的 黨黨都是產業未來前瞻性 往上的 基本面一季比一季 獲利還要往上走高的極油股 所以整個紅塑 面對今天的一個利空 大環跌286點 他還來到破斷高106 紅黑棒 對不對 有跌嗎 以色列對 伊朗對以色列的一個軍事衝突 有讓紅塑今天下出一身冷汗嗎 盤中最低達到985而已 小跌 跌完之後馬上拉高 拉高完之後測試平盤又往上走高 表現應該算是可圈可點了 所以強勢氣候股當然是你布局的重心 只有基本面夠強 在盤勢重做的一個架構底下 它才會產出所謂的抗跌性 為什麼抗跌 基本面市場上認同度比較高 大家不會想亂賣 反而還會逢低承接再度的一個加碼 就像這一檔華泰 EMS AI伺服器的 當初3月15號股價回檔修正 來到波段低點64.4 我說這是一個量縮極致的一個買點 當初成這樣18000多張 當天大盤重挫255點 你跟我低接的他有沒有補量 隔天馬上補量來到6萬多張 盤中一度快要逼近漲停板 所以當3月29號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又是量縮極致的買點 成這樣收到5000多張 65.2當然要進場 當然要買 買完之後 4月10號有沒有拉出一根中長 來到70.3 又補量了5萬多張 所以整應華泰的一個架構 今天趁有利空 當然一樣可以站在買幫 因為今天成這樣又收到1萬多張 所以對時對價一下 10點15分 華泰空手者就新會員 67.2附近買 當時有15分67 你去對時對價 當今天大盤重挫 華泰我站在買幫 67低接完之後翻紅 68.7最高69 這邊很好買 平盤附近很好買 量價結構給你的三次買點 每一次都對 每一次都對 量縮幾次買完之後 紅K棒快要逼近漲停 這邊又量縮買下去又大漲 大漲之後連續回檔三天 三天較轉折 成量又收到1萬多張 還是一個買點 所以大盤今天重挫 地緣政治的軍事衝突 當然大家表面上會比較擔心 到底這個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 只要不要引動出全面性的 國際性的一個戰爭 就跟去年度的尾巴衝突一樣 就是他們在中東那邊 玩來玩去而已 那會影響很深嗎 就去年度的經驗是不會太深的 所以不要過度的自己嚇自己 中興店 這檔重店的一個機油股 整理末端 上禮拜四 是不是很好買 真的很好買 上禮拜四我進了兩筆 一比一百九 一比一九二加滿 一九零買 一九二再買 上禮拜四 收盤是一九三 然後買完之後真的 隔天工漲停二一二 是不是一個整理末端的買點 當它上下沖洗 你為什麼知道它是一個整理末端 我看得懂 你看得懂嗎 那是不是一個關鍵性的買點 之前你買中興店的 當然到上個禮拜五你會賺錢 對 你會賺錢 但花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但是我們是上禮拜四 整理末端的這個位置 進場做買進動作 買在一百九加碼在一九二 進了兩筆單 結果禮拜五強攻漲停 什麼是獲利乘數效果 看對一檔股票不是光旺 不是在那邊拆拆看 躲躲看 真的可以買嗎 要不要下手 然後猜拳嗎 猜贏才下手嗎 平感覺的一個操作 對你來講操作風險相當高 有評有據的分析 給你一個操作 是禮拜四買完之後 對 禮拜五強攻漲停 賺漲停板要靠實力 賺破斷更需要專業實力 在禮拜五的中興店 還沒有亮燈 以前禮拜四 我是如何告訴你 整理末端的位置 這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這個壓力不會是壓力 強勢波動的股票遇到壓力 通常是會過的 所以真的 買禮拜四 禮拜五強攻漲停 今天整個中興店 來到破斷新高之後 洗下來 政治利空 軍事衝突的利空 這個洗盤的力道相當的一個大 不能說不大 盤中超過半根 找盤高點了 這個高低點有沒有價差 我只是告訴你 今天一個中興店的一個重挫的幅度 至少比華城要收斂 你自己看一下 華城跌比較深 因為它漲得比較多 而且就上禮拜提供給你一個中興店 跟華城業績來做一個比較 不管是去年度 中興店整年度的營收都比華城要成長要多很多 光光是經驗度的第一季 中興店的業績61億 華城第一季才40億 中興店的業績是華城的1.5倍 但股價 離華城大概差了七八百塊錢有 所以我說中興店比較有投資的價值 所以今天一個股價反映在什麼樣的一個議題身上 就是中興店基本面比較好 所以它的一個盤中下山的幅度 會比華城稍微收斂 所以今天遇到這樣的一個軍事衝突的利空 洗盤 洗盤 支撐還是支撐 支撐還是支撐 三天的一個洗盤 明天會不會直接開高 這是絕對有機會的 另外上禮拜五 給你提示一檔 AI式武器機殼的機油股 賺大概一個股本 營收成長超過五成 我說這是它的支撐 有低點要上車 有低點要上車 這檔股票8210的情城 上禮拜五 對 AI伺服器機殼的情城 股價上衝下起 基本面你已經看到數字了 支撐我也畫給你看了 所以我已經告訴你 有低點要上車 對 它可能會來測試支撐 今天JustMaker 又是一個送分題 又是一個送分題 大盤跌286點 情城258.5當然可以買 蹭力空低接 這不是送分題 什麼是送分題 上禮拜我就跟你預告 有低點回測支撐附件都要買 今天是不是回測支撐 今天是不是回測支撐 258.5 今天情城收盤 看一下8210 收盤小跌五毛錢 盤中 258.5一洗下去就收斂了 為什麼會收斂 為什麼有收腳指跌訊號的一個感覺 因為支撐接近了 所以在目前行情的一個脈絡 一再跟你講調 小跌小買 大跌大買 來到什麼位置要買 來到支撐位置要進場 不要怕跌 不要怕跌 今天是一個標準回測支撐 很好的一個買點 因為今天有大利空 對 以色列 伊朗 之間的一個衝突 會讓很多人一籌目展 會再擔心 今天的一個以色列 是不是會過度的反擊 讓全球股市再震一次 再震一次 只是讓你再度測試支撐 讓你再度上市的機會 所以行情還不賴 大盤 之前空手者 你不是一直希望 這盤回檔深一點 讓你進場嗎 好不容易 今天大盤跌了快300點 好不容易 看回不回的盤勢 看回不回的盤勢 支撐是越電越高 支撐是越電越高 缺口 缺口 紅K 紅K 都是目前的支撐 台股目前的一個強力支撐 就這根紅K棒 就這根紅K棒 你覺得這個空間有很大嗎 多多行情 下一句 會了吧 回檔看支撐 支撐來了 就跟我進場 我上禮拜五 有跟同友報告一下 有一位救會員 要跟我續約 因為他的續約的金額 還滿大的 今天早上辦完手續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4月15號 禮拜一 吳小姐 她交給公司的費用 就是250 就是250 就是我上禮拜 我告訴你的那位 我的救會員 不是新會員 我們給你看的這一疊資料 都是救會員序頁的資料 不包含新會員 新會員的一個張數 絕對比這邊的資料更多 到今天4月15號 大概這個月過了半個月 為什麼那麼多會員 要跟我續約 而且他們繳的金額 都還滿大的 100萬的 200萬的 250萬的 為什麼 我如果沒有辦法 幫我的救會員 創造出超過100萬 200萬 250萬的一個 績效跟利潤 你認為他們會 繳這麼龐大的金額 給公司來跟我續約嗎 這邊講究的是一個 實戰的績效 憲老師 誠信實在是我的一個操作 原則跟態度 永遠不會改變 如果你認為 憲老師這個操作層面 實在誠信跟績效 是值得你信賴的 你就好好的把握一下 年度感恩回饋 生日大優惠 今天是最後一天 因為今天4月15號 是小弟在下午的生日 就是今天 所以剛好這位吳小姐 4月15號要辦好 謝謝全國觀眾朋友的支持 謝謝救會員的力挺 再度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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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用績效來回饋你們 所以會員放心好了 我盡我所能 把我的專業實力 展現在我的操作過程 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 生日感恩回饋 年度最大的一次優惠 就是這一次 每年度最大的 我可以回饋給你們的 就是把握一下 感恩的心 生日是母難日 我也感謝我的爸媽 給我生日做獎仔 我應該長得還滿斯文的 專業的領域 就在股票的分析跟操作 希望這樣的一個感恩回饋的心理 每年度最大的一次優惠 就是生日感恩回饋 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你有需要的 要跟欣老師一起並肩作戰 迎接今年度 降息的大行情的 歡迎你的加入 有需要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上禮拜有觀眾朋友還是質疑我說 真的有人 繳100萬 200萬 甚至包括今天250萬 繳那麼多錢給你們公司嗎 那是真的嗎 我已經講過了 陳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做人跟對待會員的態度就是如此 我也跟你講過 如果這些資料 包括金額 有哪一張是造假的 我願意接受老天爺的任何懲罰 竟然是不幹那種事情 做人光明磊落 就像我的操作 躺床床給你們看了 但是 這一檔富士達 之前 有沒有從507買 1月底 3月7號 我900賣 兩階段487塊錢 96% 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怎麼帶進的 我又怎麼帶出的 清不清楚 96% 將近一倍 900賣掉 打到692 接回 高檔賣 差了200多塊錢 可不可以低階 絕對可以低階 4月3號 什麼利空 什麼利空 就是地震 地震 利空打下來不是一個買點嗎 就像今天 對 伊朗 以色列一個軍事衝突 地緣政治利空 打下來 有些股票 該買就要買 所以692買完之後 有沒有沿路扶搖直上 推升的量能過黑街棒 來到852 我上個禮拜 我就提醒你 900附近 就不要亂追了 對 900附近就不要亂追了 所以我今天早盤 先選擇 先站在賣方 10.05分 富士達 820附近賣 05分在825你去對價 大概賣在825附近 是不是 所以這一趟的一個操作 692到825 這樣一買一賣 10張133萬 落袋 有沒有賣對看收盤 收盤是770 這一通口訊價值55塊錢 如果你有能力買10張的 那一通口訊價值55萬 會賣股票 對你一個操作 才會產生一個 所謂獲利乘數效果 很多人買對 但是不會賣 有時候會滿可惜的 本來是波段 波段沒有賺到 下來捨不得賣 再下來更不想賣 結果本來賺波段的變成賠錢 很多朋友犯這樣的毛病 所以整個富士達 我今天選擇先退 先退825的賣點 相近於20% 低檔 有吧 有帶你買吧 692吧 高檔 今天825賣 這樣一買一賣20% 雷同之前的一個96% 早就超過一倍了 同一檔股票 翻倍的利潤 多投行情能賺 我說過 要盡量賺 不要客氣 波段架差我都會賺 你看一下這一檔儀特 上禮拜我進場的 三角形收定型態的一個突破同時 我買133 133買完之後 強攻漲停138.5 今天10.05分儀特 135附近賣 當初在135 為什麼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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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前波的高點 然後那個高點 它的一個量價 如果不是一個漂亮的 會往上推升量人 或是它是一個量價 失控的一個量人 先退 先退 賣135 也沒有賣到早盤的141 就賣135 收盤是129.5 所以整個伊特價差的一個操作 算價差 133 135 賺兩塊錢 不多 我知道不多 但收盤 129.5 如果135不賣 133的一個買進的一個息 你變成賠錢不是嗎 所以整個操作的一個TEMPO 建老師 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對 你要什麼樣的優勢跟價值 在一個操作的一個層面 跌的時候你會不會買 漲的時候你會不會賣 什麼是反市場逢低承接 逢高賣 你看到的富士達或之前的技嘉 我們是不是都在低檔 給你這樣買進的一個低檔優勢 我們是在高檔 但你逢高賣出的一個價值 這是很多朋友 比較哪裡辦到的一個地方 金老師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技嘉從這個位置買 上去 所以我的目標價是這邊 所以我在4月9號告訴你 往上找賣點 隔天 賣343 61塊錢落袋 沒有錯吧 我還先提醒你 往上賣不是嗎 高檔要往上賣 343很好賣 今天 今天就不好賣了 今天剩302 離我的賣點差了40塊錢 10張差了40萬 是不是 川湖也是一樣 賺股票 1430來到錢波高了 買這個位置 賣這個位置 1430的川湖要會往上檢碼 今天川湖 打到1250 1430到1250 差了將近200塊錢 創意也是一樣 當作雙底 2月份 我買1550 1550買完之後 我是賣1565 小賺出場 你不跟我出場的創意 有沒有 3月13日剩1315 今天創意剩1160 剩1160 離我的賣點 差了400塊錢 會不會賣股票 決定你 很關鍵性的一個資產的運用 委申再度提醒你 生日趕快回饋 最後一天 今天是小弟弟生日 每年度 我可以給你最大優惠 就是今天的生日感恩回饋 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你有需要了 歡迎打電話進來 跟欣賞老師一起並肩作戰 迎接今年度 降息的大多投行籍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